英国北威尔市有一位46岁的男子哈德文 竟然也有过类似的奇遇 他经常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 惊喜地发现家中又出现了一幅新的画作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的艺术细胞 在学校里的绘画成绩也很差 而大家想临摹这些画的时候 就连一幅最简单的素描他也画不出来了 那么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画究竟是谁画的呢 为了查明真相 他就在家里安装了摄像机 看了录像之后 他震惊地发现啊 每到深更半夜就一个人拿起笔在他家中画起画来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 他看见他自己飞速地作画 整个绘画过程中对周围的声音充耳不闻 毫无反应 显得有点神志不清 哈德文从四岁开始就患了梦游症 在十四十五岁左右就开始在梦游中作画了 他梦游时喜欢在家中的任何地方画画 画画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一次他在朋友家过夜 朋友的母亲半夜起来后 震惊地发现